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看看谁登上头条 搞个大新闻 和杰赫子明离婚案近日在京开庭 本以为两人早已一别两宽 没想到两人都离婚官司现在才刚刚打响 不久前某论坛上一则爆料写到 和杰和自己合作的鼓手在一起 名叫刁磊 看到这种直接点名点心的爆料 摄影师的好奇心顿时被激发 再说刁磊这个人也是大有来头 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鼓手之一 但是他已婚多年和妻子育有益子 11月中旬北京立都 为了一阵网友爆料真假 摄影师专程到此一探究竟 下午5点左右终于看到了和杰的身影 当天和杰身穿灰色卫衣 扎着一个丸子头 推着一辆婴儿车独自来到了托儿所 婴儿车里坐着一个小男孩 正是和杰的儿子七宝 时隔几天后 摄影师再次发现了和杰的坐驾 但是下车的人并不是和杰 隐约能看见是一个男子的身影 随着男子越走越近 摄影师们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这不正是和杰的绯闻男友刁磊吗 一直等到凌晨2点 摄影师也没有等到刁磊下楼的身影 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 摄影师才终于见到了刁磊的身影 只见和杰家的保姆 走到这辆车前和刁磊说话 几分钟后 女主角终于登场 这次他和儿子七宝 女儿宝妹以及保姆一起出门 看到刁磊的车后 和杰蹦蹦跳跳的就往车上跑 一行人来到了和杰母亲所住之地 到达小区门口后 和杰和孩子及保姆先行下车 随后上了早已停在路边的银色商务车 刁磊把白色座驾停在地库后 便步行上来找和杰一行人 随后再次来到了位于东四环一家宠物店 和杰和刁磊走到透明柜子前认真挑狗 只见和杰不自觉地靠近刁磊 询问他喜欢哪只 一旁的刁磊也把七宝一把抱起来 俨然一副孩子爹的模样 和杰刁磊随后驾车来到蓝色港湾吃饭 刁磊带着七宝和保姆也从餐厅走了出来 四个人挨在一起 要不是摄影师知道他们的关系 肯定会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一家人 此时和杰娇羞羞地打了一下刁磊 这打听骂叫的好不恩爱 寒风中和杰被吹得瑟瑟发抖 刁磊连忙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为和杰亲自披上 此经此经和杰拿出手机 拍摄着你对我而言意味着的情话给刁磊看 两人相互一笑 刁磊不仅对和杰好 对和杰的儿子七宝也是没话说 只见他拿起一根笔吹起了哨子 摇头晃脑逗得七宝大笑 只是不知道刁磊的妻子儿子 看到这一幕会做何感想啊 下面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成的放点萌料 强倒众人推 不过万人垂 白白和手指开挂之剑 也是他口碑扑街之时 不过舆论刚刚平息 也和被传嫌弃他的半爷愉快同框 谁知有网友巴戳 他19岁是一组广告的照片 照片里 白和上身霉红色抹胸 露出小蛮腰 不仅身材凹脱有致 这柔韧性也不容小觑 当时广告片的指导还是张乙谋 嗖 里面也是少不了一些 尸身旋转普类画面 有网友感叹 没想到白白和竟也曾是猛女郎啊 19岁就放飞自我 一点也不害羞啊 喷子直接吐槽 真是天性 也叫基因 简直想说 谁得过谁败 基因一脸蒙子好吗 还好喷子不遗传啊 昨天 TF恋学生刘俊浩 不满公司时代风景 直接微博开思了 起因是小弟弟今年提出解约 可惜公司提出需支付 1200万或500万违约金 于是愤怒之下 刘俊浩开了直播 走了很多内幕 一 公司不投资不培养 总共只给他上了三天表演课 二 不提供出宿 助理费还得自己出 三 未经家长同意 逼他整容并要求自费 他已准备打算写长篇故事 哪泥 阿姨粉惊呼 什么公司啊 三小只也是一年都在费 都是小孩啊 当然也有人称 他的戏非常多 改过年纪照片一个 说来说去 就是不让他擅自参加某节目 总之对于这种自杀时爆料 要结束 整容需要有证据 坐等小作文 希望这孩子逻辑给力 不过看到贵公司如此抠门 也是心疼三小只 只是刘静浩害我差点看成刘浩然 还在想粉丝怎么那么少 上周末 节目上爆料 拍戏时遇到主角甩大牌 大腕用替身害我对着空气眼 还有男主不看剧本 某场哭戏女主 还不许我演得比他好 真的遇到过一个演员 我不能演得比他好 这一条我哭了 他没哭 他会中途喊停吗 他会 对吧 说导演对不起 我怎么怎么 这样的演员很多 然后你听我给你讲 他会一直重复的演 重复的演 直到他流的泪比你多 开马 看来明星之间 也会互相吐槽这种人 此话一出 瓜友就猜测男演员疑似李宜峰 还遇到我男主 越不看剧本的 女主或许为baby 你说 哎呀好烦啊你 定表示沉香连续被消烟 说明圈里人其实都知道 不过昨天baby工作室 就出面辟谣否认戏霸传言 未雨看青子有对手戏 拒绝别有用心恶意抹黑 虽说有瓜友表示 此地无音三百两 baby用抠图就可以 不需要对手戏 但青子的发言 还是引来baby粉群红 想红想风了戏削 于是昨天晚上 看青子微博发文 为节目言论致歉 我的错说多了 不要再猜测发酵 伤尽无辜 要解说 使罗子使马拉出来溜溜 就知道了 只是青子以后的路 有点开药 毕竟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你只是心知口快 互相伤害 不如江湖相忘 近日为宣传新歌 吴一凡在美国 接受电台采访 谈到自己为何离开XO时 你李凡凡凡 他言自己不是韩国人 是中国人 不仅不能做 自己喜欢的音乐 而且必须听命 韩国公司压力很大 I want to make hip hop music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the stuff that I sing and that really represents me as an artist and I couldn't do any of that when I was in Korea Right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left and then just went solo 听完 一边却是瓜友 针对吴亦凡加拿大国籍 还自称中国人的言论撕跨 一边就是粉丝心疼 回忆吴亦凡还在XO时 频频被挡镜头 游戏环节也总被争惨的往事 称难怪DJ问他 跟成员仍有联系 还是各自安好时 吴亦凡会尴尬微笑 模糊承认与团员不再联系 Do you talk to the guys at all anymore Or is that kind of just like a We're separate now And it is what it is Yeah Niddy迷妹感慨万千 还好回来了 原来男团一样 也会上演甄嬛传啊 只是同盾声 靠你上热搜 小S前脚宣布 参演新版流行花园 扮演道明寺的解决道明庄 后脚就一丝讽刺 新的山菜演技成疑 周末还在微博上称 拍了两天的戏了 还是忍不住找山菜的鼻祖 也就是我姐 讨教演技 我只能说江还是老的辣 句句切中要害 姐你快出来演吧 字里行间 剧组全望 唯有膜拜 等等等等 这话说的也忒诚恳了 虽说 小S前两天才夸 剧组演员演技都比自己好 但江还是老的辣这句话 似乎很微妙 不少挂友质疑 小S似乎在讽刺 新的酸菜演技没大S好 一个出道那么多年的 讽刺一个刚刚出道的小女孩 有意思吗 比起this 解决的小S更像是在开玩笑 再说了 作为老姐 对未来地形苛刻一点 没毛病啊 资源如此多交 引塑料姐妹花最成渣 仿间素有传闻称 SH48日常关系如同公斗 其中李一彤早在今年三月 就因不满黄婷婷教导自己跳舞 朋友圈标赃话 骂黄婷婷拉姐 近日直播时 李一彤再次怼天怼地怼空气 有好心粉丝投票一百次 让她与黄婷婷合唱人鱼时 李一彤不仅第四该粉丝死去 海鲜网友刷礼物的钱太少 直言 钱多少 决定我对你的态度 哇 今年哇 真的有人还要投CP去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我当时就想要破口大骂 我希望极字的人 全部榨成一朵烟花上天 哇 蹦 就让全门 不不不不 告诉李一彤 我投卡 卡黄人鱼一百票 这个粉丝已经去世了 他已经上天了 让我们还 让我们还点起气色的烟花 但你已经上天了 但我还是感谢你 为我们投一百票 一百票多少钱 一百票多少钱嘛 快说啊 钱多决定我对你的态度 一千两千四 一千四 一千四 一千三 老娘趁衫都不值点钱 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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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我一天趁衫都买不起 投我两万票 我就来考虑跟你讲话 我上了张王爬过去 那天趁衫都不值点钱 白送你一千四还少 这价值观简直可怕 出第四黄情跳 第四本思万 还有瓜友八戳 李一同今年还因选举得第二 怒怼冠军局竟一 这个座位 明年一定是我的 而且只要我坐上这个座位 我就不会轻易下来的 果然是个没长大的巨妖 脑子是个好东西 李同妹妹 卖掉几件被蟑螂爬过的衬衣 够入一个也并非不可以啊 一直备受期待的 迪士尼真人版的花木兰 最终女主角已经落听了 花落刘亦菲 当然了这个机会一出来 我们所有中国的影迷 是很开心啊 觉得哗人之光 而且觉得刘亦菲 真的是机会太好了 毕竟这是中国女演员 第一次成为好莱坞电影当中 当仁不让的女主角 要知道国际张欧 张子怡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那关于这个刘亦菲 是不是适合出演花木兰呢 也是这个众说纷纭啊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适合 刘亦菲身上这种很古典的 然后又有一些英气的这种气质 是非常适合花木兰的 但当然了 各家的粉丝 总是觉得自己的idol才是最好的嘛 而且不仅是中国的粉丝有争论哦 现在已经延伸成了一个国际争论的问题啊 比如延伸到的就是韩国 你看韩国网友 纷纷表示说 我们觉得张允珠才是花木兰的不二人选 那当然了 要成为花木兰的身手 也是一定要有一些的 必须这个身手了得才可以 所以今天我们的哇哇 Oh my god 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我们这些女演员们的格斗技巧 谁说女子不如男 牛白我天朝花木兰 近日一直备受期待的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 钟钟钟终于落听了 由屋里天仙姐姐刘亦菲来主演 这也意味着 中国女演员将成为好莱坞大天女一号 但是你造成有多不容易面 看看张娘娘从2006年 等到现在成为两个孩子的妈 依然没能等来这桩美事 而全力一票女明星 也心甘情愿被拉出来溜一噪 当然了 又想演花木兰 会几招动词大词是必须的 今天幽姐不吹不黑 技术分析 动作片里各位小花的格斗技能 PAT1 女侠界的扛把子 虽说幽姐今主要讲的是小花 但女侠界扛把子张娘娘立在前 后面的小花怎么都没法绕过的 不信啊 睁大眼睛好好看 Oh my god 这激烈和美感并存的女侠对决 简直就是冷兵器对打的经典之战 让人回味无穷 而导演李安曾说过 这场戏演员们不能偷懒 必须很卖力的表演 张娘娘也一战成名 随后在英雄 十面埋伏等大片中 包揽女侠的角色 甚至在事业快要胡萝卜时 张子怡凭借一代宗师的龚二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绝将在杀气的眼神 直接为整个武打场面 升华了好几个level 而凭着这个攻二角色 娘娘拿了十级影后 看来想要撼动娘娘女扛把子的地位 绝非一世 小花们必须撸起袖子 加油干呐 她的拓唯有打戏能翻身 能入得了好莱坞大制片场 发演的刘一飞 显然已经过了打戏关 从小就开始练舞蹈的她 有一定的舞蹈和舞打基础 随手笔画就能看出过硬的公敌 哎妈 一袭白裙风飘飘 动作干净俐落 有如行云流水 表情高贵冷艳 一副生人无间 偷偷的经验到悠解我了好吗 跟李莫愁在空中散那一段 360度后空翻 空中在数一字马 没有任何支撑 完全靠自己腰腹力量上去的 却依然美若仙子 想想陈妍戏的舞魁手666 又剪笑出了猪脚声 而刘一飞之前在电影《功夫之王》里 饰演侠女金燕子的片段 也被粉丝扒出 从花絮里就能确定 不少高难度的动作 都是她亲自上 在这个脸替都不算事的时代 粉丝们感动得疯狂她 有网友就曾说 她打戏超好看 小花第一没有之一 虽然被她的文艺片伤害过 但她如果出演打女 我肯定会花钱买票贡献票房的 同学 你实现诺言的机会来了哟 怕得碎 担当侠女不用吹 自打出道 就总被拿来个刘一飞比较的刘诗诗 演起打戏来 也是让粉丝花式填平大写的服 虽说两人都是学习舞蹈出身 打起动作戏来 也都行云流水棒棒的 但刘一飞的打戏是刚柔并介 而刘诗诗则自带侠女的英气 比如她的燕三娘 修修修砍人的时候 干净利落很实在 大有一刀斩到你桃花开的feel 而这场上马戏 刘诗诗在马背上 一字马360度旋转 当真高难度 诗诗诗完成的 也是相当霸气 看刘诗诗戏中的这股喊劲 很难想象 她生活中竟是 那么柔弱的女子 古装戏一步接一步的诗诗 对待打戏轻伤不下火线 被网友调侃为 上辈子肯定是个 武功高强的侠女 解决的 刘诗诗和刘一飞 才是打戏的正确打开方式 两人不分伯众的说 Headfall 各位小花奴把力 其实全力演过打戏的小花 是一抓一大把 但至于表现嘛 一言难尽难服她 比如杨米在4S中 拿着扇子的打戏 尤其我总担心 对手打着打着就扯到她的袖子 伤到她积极 而对比正佩佩饰演的 金燕子同款扇子戏 佩佩老师的侠女气场进血 好吧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虽说 赵丽颖有坚决不用替身的 老模名上 但结果据一出来 很多场景暴露出用替身的情况 哪怕是一些简单的戏 比如这场 替身的脸都暴露出来了 还有一些手贴正面贴 尤其我是帮不了你 说了这么多 越发感觉 娘娘那座高山 非常极其的难超越 但小花们 要想在侠女路上走得更远 还是得多练功夫少眼馋 是多打女界的No.1 最后 尤其欢迎大家评选出 2017年红发游北 我最喜爱的打戏小花 冠军得主 尤其将送你一瓶 爱老虎游 么么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愉乐早八点 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 离新年越来越近了 大家要加油 这个抓紧好最后的时间 去完成今年还没有完成的目标 我是王聪明天早晨八点钟 全愉乐早八点和你不见不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这世界很酷 这个世界很酷